弟兄姐妹祝福你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用信心来走这一天的路 主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 让你真正的认识 祂就是我们的主 祂负我们一生的责任 阿们 我们今天来读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到十三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全柄制服乌鬼 并且吩咐他们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那地方 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对他们做见证 门徒就出去传道 叫人悔改 又感触许多的鬼 拥有抹了许多病人 就治好了他们 今天的人很多都注意了神奇奇事 但是圣灵的恩赐 就是很被重视 然而今天的使徒 他们的使命 其实不是真正的就在医病赶鬼 而他只是在那边说明神果的全病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他们的使命只有一件事 就是传扬神的国 证明神做王的 耶稣基督做王的事情 神掌权是从没有改变的事情 今天黑暗的权势 那样的猖狂 只过是神任凭魔鬼 使其自取灭亡 使他们自取灭亡 在以往的世代 人不知道神的国 也不知道神一直是掌权者 所以人一直在黑暗跟罪的权势底下 现在神的国来了 耶稣在那边宣告神的国来了 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进入神的国 但是人怎么能够知道这一件事情呢 那保罗说是借着传扬的功夫 当人听见而信服他的时候 人就可以享受并且进入神国一切的福分 但是未曾听见 他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怎么能够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的 怎么能传到呢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里面所说的 所以弟兄姐妹 传福音是何等的重要 因为我这个将决定 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同学 或者我们的同事 他们能不能够有信耶稣 你会看出他不太可能 这样的 弟兄姐妹先不要这样说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机会 你传了以后 弟兄姐妹 他们信不信 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但是人能不能够信信 能不能够有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却是透过我们把他 把神给 把这个福音给他 让他能够决定 所以弟兄姐妹 人一生 人一生 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就是拒绝福音 那就决定了他沉沦的命运 但是他听见福音之前 他还是有可能的 他还是有可能 可以脱离死亡而进入永生 许多的基督徒不是不知道要传 却觉得很为难 很为难 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 怎样来传福音 弟兄姐妹感谢主 现在耶稣 其实已经把传福音的全柄给我们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传 很有可能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到传福音 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们一定要去接受装备 我们才能够学 不是我们反正走出去 当然你就说 信耶稣得永生 这样也可以 但是弟兄姐妹 其实传福音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所以神就借着福气教会 把这个恩膏带到众教会里面去 感谢主 你看见我们去年的十月 我们幸福小组 我们其实以前也做过 但是就是没有抓到那个美港 没有抓到那个传福音 是那个诀窍在哪里 但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知道我们去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九月 开始十月 十一月 我们做了大概八周 我们这样的传福音 我们带来的国效真是惊人 你知道我们年底的时候 有三十三十二个人受洗 其中有二十五个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那两个多月 我们传福音所带来的 带来的国效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 上一次的 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有五十几个弟兄姐妹 我们到台中去 我们去接受装备 三天两夜 哇 弟兄姐妹 这代价真的是不小的 但是真的很稀奇 当我们这样接受装备 我不知道我们 这五十几个人 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专家 因为我们 当然你说专家 可能还差一点点 可是我们就带着一个火热的心 我们接受了这个装备 我们就很有信心 我们一起 我们四个人一个小组 五个人一个小组 我们就开始用 这个传福音的力气 我们进到每一个地方 我们去把我们的 best把他找来 我们知道怎么样 为他们祷告 我们怎么样 知道怎么样 来抓住他们的心 让他们的心 转向我们的神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要传福音 那弟兄姐妹 传福音的权能 其实已经给我们了 只是 只是 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需要被装备的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个上个月 我们已经 我们又开始预备 今年三月的 三月的 这个幸福小组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次 这是在桃园 那我们也有 有五十几个弟兄姐妹 我们又去 再去 去参加 这个 这个 短 这个一天的 短 这个 好像是 浓缩的 短的 这个 这个训练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军队 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军队 是打不赢 知道吗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会祝福我们 我们真的愿意 好好的接受装备 然后我们要出去 我们弟兄姐妹 传还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传 我们就看见 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工 马可福音十六章 也是一样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门徒就得到耶稣的命令 他们就出去传福音 神怎么回应他们 神就用神奇奇事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时候 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请你一定不要放过 你参加了 有幸福小组吗 你参加了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一次我们传福音一样 我们认识 传福音有两件事 一个 传福音是专业 所以需要接受装备 需要接受培训 第二个 传福音是团队的工作 不是个人的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这个团队 让我们能够进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师征 上帝祝福我们 感谢主 耶稣那天就差遣两个两个 那就是个团队 那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两个可能还不够 我们需要变成四个人 我们一起来把福音传在我们周章 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相信三月四月五月 又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季节 对不对 姐妹 我们要参与 如果你没有参与 为他们祷告 把你的朋友带到他们中间 你要相信 他们是有传福音的恩告 他们接受了传福音的训练 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 所以上帝要祝福 借着他们把我们的亲人朋友 带到他们中间去 他们一定会信耶稣的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感谢你 福音要变传天降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底 主要求你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三月开始 我们的幸福小主 预备我们 主要我们看见 我们一定要得人 如同德语一样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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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